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要说起我国的电商巨头 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仍是阿里巴巴和京东 虽然近年来拼多多势头很猛 但是毕竟京东多年的影响力还是摆在这里的 但是现在阿里巴巴已经跟京东拉开了明显的差距 由江东当年说的五年 甚至更短的时间被超越阿里 成为国内电商第一 或将成为一个笑话 而且近段时间的京东再次成为了舆论的焦点 网上爆料取消快递员的底薪 降低供基金 京东方给出的回复是因为京东物流独立运营之后 业务量激增 原来的薪酬结构已经不适应先的模式 无法对剃效优异的员工体现出足够的激励 虽会调整薪资结构 但网表示这跟供基金有什么关系呢 前近段时间 因为刘强东的沙发果断 对京东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调整 也将京东推出了风口浪尖 而这一次降低供基金 其实目的也很明显 就是想降低成本 让京东轻装前行罢了 但几年前刘强东不是这样的 多次公开表示 是将员工当成兄弟看待 对员工福利也是非常优待 各种言论和所作所为 也的确是让人感动 但是如今 京东的确是变了 开始对兄弟动刀了 18万快递员 从此无敌心奔跑 对此网友不禁想到了 马云此前对京东的评价 他表示 京东注定是一个悲剧 因为结构太庞大了 虽然京东物流体系很快 但这些都是用人力物力堆砌起来的 等到日后 这一部分将会成为京东一个巨大的累赘 让京东很难负担得起 而如今 马云当年的话果然一样了 当京东快递员薪资调整的时候 菜鸟网络却在涨心 这种对比更加鲜明 这一次马云又赢了 还记得有一次在公开场所 马云当者刘强东的面表是 阿里巴巴的使命就是为了让中国诞生 更多像京东这样的企业 或许二者的格局本来就不相同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